好,我们再看几个例子 那我先把刚才的这个文字先删除好了 选取删除 然后现在呢 我再建立一个圆形 用circle来建立一个圆形 好,那这个圆形呢 我一样加上一处的 让它产生高度 好,稍微旋转一下 再帮各位提示一下 老师这边呢 把它旋转到不同的角度呢 是按着键盘的ALT键 然后再用滑鼠中键就可以旋转 所以其实呢 像老师比较不常用到这个viewcube 这个viewcube也是可以让你做旋转 你可以让它转到不同的角度 甚至呢可以90度旋转 不过如果说你习惯用刚才老师介绍的那种快速键的话 这个viewcube呢 其实你是可以用不到 像我的话通常都会把它隐藏起来 我可以在这边点滑鼠右键 然后选择config 在display option这个地方呢 关掉就可以了 取消勾选就可以了 好,这样就消失了 但如果说下次你又想把它打开的话怎么办呢 各位你可以到这边 在视图左上角这个地方有一个加 你按一下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有两个 有两个指令可以打开viewcube 一个就是在这边选择viewcube 然后再选择show the viewcube 这样就可以显示它 好,再看一次 这个地方你再点一次 它就隐藏 好,那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按下加出现选单之后 选择config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对话框呢 就是viewcube configuration 试图的主态设定 我们在这边比较多一个步骤 就是你要先切换到viewcube的标签 然后再把它打开 好,这样就可以了 OK 好,我这边就不再把它打开了 我把这个视图 把这个视窗关掉了 好,ESC关掉 好,那现在呢 我这边的amount高度呢 我让它增加 我让它增加 好,现在呢 我如果希望这个柱子呢 能够变细一点的话 该怎么做 我可以再加上一个叫做 tapper的编辑器 修改器 T开头 TAPR 我们直接按T 接着呢 我们在amount这个地方呢 可以用滑鼠拖曳看看 你可以发现呢 它可以变成露斗形 也可以变成圆锥形 但如果说你过头的话 它会变成像 像sallow一样的造型 不过这个一般 我们不会去用它 因为这样的造型呢 其实已经让它有些面 产生不正常的交错了 好,这样就可以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curve curve是什么呢 curve是可以让它产生曲线 不过你现在拖曳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 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加上分段 所以一样 如果说你希望再加上了 TAPR编辑器 修改器之后 能够让它产生曲线 那么你这边的sigma要增加 好,这边sigma要增加 那你看 这样就可以做出一个 类似像蛋头一样的模型 好,那如果说 我们在这个curve这个地方呢 把它缩小 这样有点类似变成什么 有点类似像折起来的 其实也不像是闪 不过有一点类似这样的效果 好 OK,这个是TAPR 好,不过呢 如果说你要做一些比较复杂的造型 例如说 一般的形状没有办法直接画出来造型的话 怎么做呢 你其实可以用一个方法 来老师这边做一个范例 我先画一个circle 跟刚刚一样 我还是画一个circle 好,那这个circle呢 我先移到适当的位置来 我先移到一个位置来 好,那我希望能够复制 复制几个circle 那我可以按着shift键 再去移动它 我们前面有讲过 当你按住shift键去移动的话 这个动作呢 叫做移动复制 例如说我这边复制两个好了 按一下OK 好,那我在这边呢 我就稍微移动一下它的位置 好,OK 稍微移动一下 不用对得很齐了 好 我现在希望它能够长出有高度 可是我希望这三个 各位看一下 假设我希望这三个 等一下能够纠结在一起 好,那怎么做呢 那我们在这边呢 做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先 来,我先转到一个角度 先切换到Modify面板 你可以注意到这个地方 目前是circle 就是圆形 你看,有没有 是一个圆形嘛 好 我转到不同的角度 给各位看清楚一点 好 那么 如果说我现在呢 想要让这两个物件 能够合并变成在一起 我可以先把它转成 按滑鼠右键 把它转成 Sprime 因为它现在是一个circle 好 那我们这边先转成这个Sprime 看一下 按右键 然后convert to editable Sprime 把它转成聚合线 你看 这个转成聚合线之后 是不是就跟我们使用Line 所画出来的那个曲线是一样 什么是聚合线 就是在一个线段里面 可以包含许多的直线跟曲线的 这种线的类型 叫做聚合线 然后叫做Sprime 好 那么这个聚合线 你可以去编辑这些点 这些点的位置 你可以编辑它 好 你可以编辑 线段的位置 你可以编辑整个聚合线 不过这个不是我要编辑的 我先把它还原回来 我还是让它回到变成一个圆 我转成这个聚合线的目的是什么呢 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attach 这个attach是可以把其他的物件给附加进来 把它并成同一个 有点类似群组 不过不是群组 因为群组的话是可以解散群组的 这个attach进来之后 它就变成是一个物件 把它并成合并变成一个物件 好 我在这边按一下attach 然后在这边滑鼠有没有移过来 你可以注意到 当你滑鼠有没有移过来的时候 它会出现这个物件的名称 如果这个物件是可以被合并的话 那么它就会出现这个图示 有些物件是不能合并的 像这个如果说它是一个曲线 你就不能跟多边形的模型合并在一起 然后不是所有的物件都能够合并 像灯光跟摄影机也不可能跟它合并在一起 通常是要同性质的物件 同样性质同样类型的物件 那你就可以把它attach合并成一个物件 我们在这边点一下 好 这样子 所以你看我在这边做这个动作之后 我这边先取消 先取消 那你看在这边点选 我点选的是最后画的这第三个圆形 但是所有的圆形都被我选取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它们变成单一物件 好 那你变成单一物件之后 所以我今天如果要编辑这个聚合线 我就可以切换到下面的suprime 编辑层级底下 你看一下我们再讲一次 选择vertex是编辑顶点 我可以选择某个顶点来编辑 各位刚才有看过吗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我现在想要编辑的是某一个线段的话 我可以选择sigman 选择sigman 我就可以只选择某一个线段编辑 例如说我把这个线段拉高 你可以发现旁边的线段是没有错 也会受到牵引 可是再过来的这边的线就不会受到影响了 好 我再还原回来 那如果说我现在是要编辑整个聚合线 不是全部 我要编辑这个聚合线 那我就可以切换到Sprime的层级来进行编辑 好 我现在三个圆形已经并成一个了 那我能做什么 我现在如果加上一处的挤压 让它有高度 你看它变成什么 我只要加上一处的 它可以做成三个柱子 对不对 好 好 那等一下我希望它能够纠结在一起 那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加上 多一点的分段 好我们增加多一点的分段好了 好 好 那我现在要做的动作是让这个物件能够纠结在一起 好 那我这边加什么呢 我可以加上一个Twist 扭转 扭转 在这边 扭转 那我们在这边呢 Angle这个地方呢 增加 你看 好像要纠结在一起了 对不对 好 不过纠结的情况呢 有点奇怪 OK 好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这个我等一下说明一下 好 好 那我先把这个Twist呢 我先删除掉 这个Twist呢 我用另外一个简单的Finding很快的说明一下 我们前面不是有教过Stop做一个新型吗 对不对 好 我们这边做一个新型 然后呢 为它挤出高度 一处的 不需要这么高 低一点 然后我们刚刚也有教过Tapper 变尖嘛 变尖修改器 这个变尖修改器呢 可以让它聚集在一起 变成一个类似像圆锥的效果 好 当它是-1的时候呢 顶端就是尖的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在这边的Curve 帮它加弧线 这个我们刚刚也看过 对不对 好 然后如果说我们在这边呢 加上Twist 扭转修改器的话 就可以做出一个类似像 弹卷冰淇淋的效果 好 这个是Twist 好 那你说弹卷冰淇淋 边缘的部分呢 不会这么锐利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再回到Star 回到Star呢 我们前面在教Star的时候 曾经讲过 它有两个地方是可以 做成圆角的 一个是在外侧 一个在内侧 那我们在这边增加 你看外侧变斜角了 圆角的效果 不是斜角 圆角效果 里面这边呢 冰淇淋它是 会融化的 所以实际上呢 这个地方不会这么锐利 我们这边呢也增加 你看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做出一个冰淇淋造型 对不对 好 那冰淇淋的造型可以这样做出来 反正为什么我们这边的三个柱子 没有办法纠结在一起呢 其实原因是它的轴心的关系 它的轴心的关系 你可以注意到 当我们在旋转这个物件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轴心 就是叫Pivot 轴心在什么地方 来我们看一下 轴心呢 通常是在底部 而且在中间的地方 你看 好 那我们在这边 如果说我选择这三个柱子 你看它轴心在哪里 它轴心在这里 这个就是造成我们刚才在悬绕的时候 情况看起来不太对的原因 好 等一下 我再回头来讲解这个 为什么会造成像这样的现象 那待会呢 各位可以先试着做做看 做什么呢 刚才老师为各位做了一个示范 蛋卷冰淇淋 看一下它的步骤 先画一个star 新型 然后加上一处的修改器 让它拉出高度 再用taper 变肩 修改器 让它产生变肩 然后呢 再带有弧形 好 然后最后再用twist 让它产生扭转的效果 好 那稍后呢 我们再来讨论这个柱子 这三个柱子 怎么样才能让它做出一个纠结在一起的效果 好 待会请各位同学先练习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